一行征宴向南飞 两只烤鸭往北走 这是戴青壮影的面试现场 听着这两只烤鸭大事人张总立马不乐意了 你听清楚没有 朕说的是一行征宴 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 乾隆皇帝内心还抱着一丝绝强的希望 这征宴是出征的征 烤鸭是烤熟的烤 蠢蛋 那么这个蠢蛋到底是咋来的 还得从乾隆跟刘罗姑的这局奇想起 本来自取天下最高手一线的刘庸 是坐着下棋的 那讲话的哥们云顶八幻王 跟你开玩笑吗 在这种大游举的角度上来 我们家喜欢开始先来找什么呢 天地大同 还没等刘庸使出天地大同事 就见自己的老丈人 身影像一道鬼魅一般的钻了出来 上来就先来了一套正规流程 接着一句话 直接把刘庸的CPU都给干冒烟了 刘庸大脑挠一下就着了 接着以何大人为首的大小官员 嗖的一下钻了出来 这标准流程一草 乾隆还在目光炯炯有神的盯着棋盘 对面的刘庸只感觉此刻连BGM都停了 要不说还得是何大人反应迅速 那时得到机会 就要展示自己企业级的龙屁理解 大胆刘庸敢与皇上平起平坐 还不跪下 刘庸能说什么 只能麻溜跪好 草民不知道 草民有罪 乾隆这会儿信心十足 当即表示 朕微服司法 不值者免罪 来来来来来 话是这样说没错 可刘庸哪还敢上桌啊 只能伸长的胳膊 往棋盘上落死 未来的老丈人六王爷 赶紧提醒刘庸 乾隆表示不行 谁说不行呢 朕的运营天下无敌 朕刚学了一招定士 叫飞龙起脸 那真是威风低手 今天高低给刘庸上一课 这真是乾隆下一步 群臣就喊一句 刘庸这压力大的呀 咔咔撒汗 乾隆心态也被喊崩了 关其不语真君子 知不知道啊 谁在吵 俺惊架论嘴 然后再一看 朕跟这哥们下棋 堵住咋没了 霞哥哥呢 六王爷也不敢说我不道啊 马溜的带着霞儿再度翻场 霞儿跪好 棋盘上黑白两片 厮杀胶着 刘庸手捏其子 心中正犹豫 就撞上了霞儿的目光 刘庸也点了点头 再一次落下 乾隆顿绝不妙 象征意义的挣扎了一下 就见刘庸摊开双手 我赢了 这一黑死还被落下 就被乾隆截停 何大人即刻心理了神会 大胆刘庸 你敢赢皇上 来人 给我拿下 何大人话音落下 善解人意的大内侍卫 睁然一声 冷风出鞘 整个骑射 肃杀之旗满天 刘庸紧张的 耳朵根都开始颤抖 斗大的汉朱 从额头低落 皇上 刚才擂台之上 可有君子一眼 顶着满头的汉 刘庸也得给自己争取一下 何大人可是真不惯了 刘庸实手大不尽 罪不容赦 杀了他 乾隆微微一下 手中折扇 散落满盘棋子 接着拿起一把白子 折扇在棋盘上 叨呼了九九八十一下 刘庸探着脑袋 看到棋盘上的字后 尸声喊道 黑子 白子 皇上下旨 不杀 这个激动的年轻人 就是何大人日后的宿敌 刘罗郭 但见 本应该有黑白二子棋盘上 却用白子写着两字 不杀 这说明什么 黑子不行 白子行 但何大人还想尽最后的努力 骑责皇上 刘庸竟敢赢皇上 着实盖杀 棋盘上不杀二字 乃皇上亲手欲点 皇上神智大勇 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 皇上手弹让齐 乃成人之美 这不着痕迹的龙屁 属实给乾隆拍乐了 但见乾隆站起身来 好一个成人之美 接着下之为功 看着皇上远去的身影 大家伙才敢站起身来 刘庸这会儿 只是感觉刚从鬼门关里 走过一遭 脚底板冰凉 浑身发去看 情不自禁的 解下斗笠 山本山峰 刘庸子 你 哎 你 你是个罗瓜子 爹 这怎么成啊 这事吧 已经是满城风雨 人尽皆知 皇上成人之美 你再不让霞格格出嫁 往小呢说 是欺金之罪 往大呢说 那可就是破坏 满汉一家亲的 政治正确 所以六王爷找了个折冲的方法 他告诉刘庸 你藏着罗瓜打类 这高敌是骗婚 所以你想娶格格 得过第二关 高中个状元出来 对于一般人来说 可能就怕了 但刘庸何取人也 好 一言为敌 我绝不吃言 说着 刘庸直接把自己一百两买来的科举外挂 给交了上去 就差来一句 草迷 刘庸 还特意告诉主妇 要王爷在考试那天交给皇上 接着 转身就走了 回了客栈 刘庸直接把书一扔 接着 跟好兄弟一起睡了饱 一日 好场打开 带清全国各地的精英们 按照天地玄黄的顺序 抬好队 走进了小服务 为了防止他们作弊 还得把房门锁死 这可就惹得一位老哥不爽 嘿 干嘛锁门啊 喊什么 你不懂 这叫锁闻 嘿 吃饭的吧 有人从窗口给你送 赵活了的吧 围门上锁 脚轿抬开 发生火灾 算你活该 就是喊叫 笑的不该 抬杠老哥往试卷标上一坐 就剩下一句想说 万对兄口溜 你得像靠原啊 但是俗话说的好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墙梯 这老哥 是茶壶里面煮饺子 心里有书 直接开启作弊模式 隔壁的胖子 也不慌多让 敞开胸膛 主打的就是一手奔放洒脱 监考官何大人 正搁这伸着懒腰呢 打着哈欠 就见刘罗锅探头探脑 刘序 刘庸捧捧着试卷 一路走到了何大人面前 他是一路都没敢抬头 生怕 和珅弹开试卷一看 文章好坏 故且不论 难得一笔好字啊 抬起头来 让本官看看你的face 刘庸呢 属实是没办法的 一抬头 好嘛 一张麻将脸 和珅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 原来是你小子呀 刘庸不敢多说话 转身就跑 结果就被和珅一阵嘲笑 刘庸把被水进屋的事卷 重重的摔在地上 耳后使和珅尾随而至的嘲笑 刘废诈头降临 倒霉的 还不止刘庸一个 他的好兄弟李静 也没跑 卷子也被何大人给毁了 其他的主考官 显然是把秦朝 怎么处理科举舞异的事 给忘了 都跟着装聋作哑 等到两人出来一和解 刘庸发了狠 我一定要抱着一件之仇 好兄弟也从旁建议 老哥 听我一句劝 不行 咱写一封 我的中堂父亲 按照咱爹统讯的威望 指定是方方面面的方方面 都给安排 对此刘庸表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被随落棍 我兴奋落棍 他要搞拨大伙 往上看 乾隆要来贡院视察工作 摇着扇子的他 前一秒笑容满面 后一秒面露迎刺 何大人这么一声 可就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卖糖葫芦的老大爷 即刻开口 壮业卖完了 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 王爷卖完了 炭华卖完了 何大人这个得解释一下 炭华一般都在刑部大牢里 眼见为观群众们 是激起喳喳 张总的血压 挠一下就上了 是谁 是谁 看看帝无国家群势重地 马上给我挤拿柜来 刘庸一听 BGM都变了 马上一个登场 哭啥啥的 在乾隆面前跪下 是我坐下的 在下山东草民刘庸 叩见皇上 何大人一看到刘庸 直接让侍卫给他擒了 乾隆也怒骂 大胆 居然把贡院改成卖丸 何大人是懂精准捕捞的 此人六根不群 不拒尘恨 谋圣地 你当问禅 我愿的 冤枉啊 乾隆知道刘庸 其一过人 见他如此寒 也决定给他一个开口的机会 草民刘庸 冒死汗位的 是先祖欲比 贡院的尊严啊 这话明显话里有话 主考官一拱手 便宜 别走程序了 直接做成稻草人 挂神圣险 充满地道的老北京城堂上 这问你们了吗 刘庸 你说 这刘庸一张嘴 就把自己 是如何如何在酒楼买卦 如何把这卦 交给六王爷 原原本本说出 这倒是 一次就获利百两 每天都卖出去一百多张 这可是日如万两 那帖帖是什么 草民断言 是考题 什么 难道会有这样的丑事 六王呢 六王呢 老臣来也 六王爷踩着点 给刘庸送上了助攻 就见乾隆拆开帖子 三道题 一字不差 你们 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 乾隆即刻下令 三个主考官 立马就被关起来 听后发落 接着乾隆下令 百驾国子舰 我要侵蚀这次重磅的举子 国子舰内 乾隆端坐在黄青龙椅上 太监朗声开口 船 甲科状元 与子靠考声 徐伟声 小胖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来到了乾隆跟前 走了套程序后 乾隆也不磨叽 决定在他的拿手强项上 做文章 一行征业 向南飞 两只考鸭 往北走 你听清楚呗 朕说的是一行征业 学生对的是两只考鸭 这征业是出征的征 考鸭是考熟的考 蠢蛋 乾隆算是看明白了 这一水平 当鸡毛状元 快说 你他娘的是怎么做 臂夹带小抄的 这小胖主打的 就是一首诚实 我托人坐好 抄在庞子里 就在这儿 这儿 还有 这儿 乾隆整个人都气笑了 把这只蠢鸭肥鸭 给我拉出去考了 这下徐伟生 直接变成徐伟带 乾隆也不客气 直接喊来了绑眼 乾隆斜靠着龙椅 耐心直都已经见点了 直接表示 我出题 你吟诗 也不叫你七步所诗 十四步就行 你哪怕来一首 打个响指吧 吹起小喇叭 打地打地 乾隆都觉得可以 何者压抑 可没想到绑眼哥 主打的就是一首自信 画上出个屁幕 小点音唱一反 画上出个上天了 一听这个题目 黄眼哥站起身来 大大咧咧咧表示 画上不要诗词物料 七步就终 诠释了一句话 心中有舞台 处处是舞台 正月厘了 正月正 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等 红等绿等 全是假等 小了妹们才是真 请来 呀后 嘿 为什么这个舞台 还重不肿 先上他五十大班 哎呦 画上 按着屁股肿了 这前两位都折了 乾隆瞅着炭花狼 也发愁 决定给他个机会 让他明天去顺天府衙门 做一天支付 盼盼官司 断断案 那么这炭花狼 业务能力如何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长按大拇指三秒 为巨远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